110年清明节连续假期即将来到 今年一共有4天的连续假期 而在玉里分局为了维持玉里 复里 卓西 三个乡镇式的交通顺畅 也特别加强了各重要公墓 路段 景点 以及火车站前的交通疏导措施 110年清明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今年总共有4天的连续假期 玉里分局为了要维持玉里 复里 卓西 第三个乡镇的交通顺畅 特别加强辖内各重要的公墓 路段 景点 以及火车站前交通疏导措施 那本分局在本辖的主要公墓 都设有警力做一个交通疏导 那分别是玉里镇的松浦公墓 长梁公墓 以及复里乡的马加路公墓 以及复南公墓等四处 那另外在我们的易主设的一个路口 包括了台九 台三十县 以及复里农特产冲新前的稻草艺术装置 也有征派给力做一个交通疏导 玉里分局为了要确保 清明连续假期交通行车的安全跟顺畅 对于乡内主要干道的复里乡 复南 马加路 玉里镇的长梁 松浦 以及东风等公墓出入口加强交通疏导 绵密规划交通疏导 请驾驶人行进公墓附近的时候 请务必要减速慢行 另外有建于228期间 发生一些比较遗憾的一些车祸事件 因此本分局在本市的廉价 也会加强超速的一个取缔 在这边也呼吁驾驶朋友 出外期间如果累的话 请不要疲劳驾驶在路边稍作休息 并且不要有酒驾超速闯红灯等行为 保障自身以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本局长说清明四天的廉价期间 返乡扫墓以及出游人车众多 其民众要格外的遵守交通规则 更要听从警方疏导作为 出游时应该要避开容易发生 拥塞的时段以及路段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掌握路况 记者高雙雙玉礼采访报道